接下来又是我们大陆新闻再平衡的单元时间了 先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重要的几点消息 包括第一个所谓国台版在昨天宣布说台湾的肉制品禁止进口 原来起因是因为网红的一句话吗 稍后带你解析 接着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5号发表了对于美国的相关的态度 而美国国务卿在今天上任也发表了他重要谈话 好稍后一来看 接着我们说大陆疫情出现了反弹 现在更多是富洋的患者原本已经痊愈了 没想到又出现阳性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稍后一回来解析 先来看到的是第一个 也就是大陆宣布要禁止台湾的肉制品禁口 好这项消息让很多人都还蛮惊讶的 因为毕竟台湾禁口莱猪是1月1号的事情了 怎么会这个时候突然宣布说 所谓台湾的猪肉或是肉制品通通都不得进入大陆要严加来管控呢 好大家就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网红伯恩在夜夜秀他的脱口秀当中 提到了含莱季的美猪议题时 他说他有一个点子要将进口的莱猪做成肉松 然后卖给对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当时就有很多大陆网友相当不满 好国台办也宣布了这些肉制品禁止进到大陆境内 好现在网友反而说主持人立功了大陆人民感谢你 但是乃鱼今天早上就特别来看一下 在淘宝上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肉制品 台湾的一些肉制品的商品真的还有在吗 但是我就发现了一个猫腻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所谓的骰子猪 但是下面他的产品名则呢 特别是强调是台湾风味 好意思就是说这是台湾风味的香肠 但是他强调不是用台湾猪哦 只是风味是台式的啦 另外还有像是这个香肠一样也是强调台湾风味 另外还有这个肉干一样台湾风味 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是那个羹啦 所谓的肉羹一样也是强调台湾风味 但是呢你其实把这个产品仔细拉到下面来看 他都会说这个猪肉是来自于广州来自于哪边 就是强调不是台湾猪 另外呢最后你看到这个香肠 他也特别强调哦 非进口肉 好给你强调这是台湾口味 但是他不是进口的任何肉品 他是他们大陆自己的这些猪肉 好现在突然强调说是台湾风味 强调不是进口肉 难道跟这个禁令有关吗 大家就很担心说 其实对啊好多好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台湾的猪 都觉得这风味好好 那如果现在出现了禁令 会不会影响我们台湾猪的销量呢 这值得来观察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国际情势了 大家记得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5号的时候视讯论坛时 他暗批美国搞小圈子 搞新冷战 说这样会分裂 分裂国家 分裂全球 好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天宣誓就职 他是不是就是隔空 向习近平还蓝喊话呢 来正面回答 美国外交上面的 美中关系到底是如何 好布林肯怎么形容美中关系 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这是外交上最重要的一段关系 看似是抛出了一个善意 他还说虽然有竞争 但是还是会有合作啊 但是他这段话让大陆网友不以为然 到底说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 好我们可以听到 他强调美中关系 除了有竞争还是会有合作 看似是抛出了善意 但是很多大陆网友都说 你是一边拿刀一边拿糖给我们吃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拜登总统他提名的商务部长 也就是他吉娜 在周二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得到确认呢 他将计划帮助美国从疫情当中 重振旗鼓 以打击大陆的不公平做法 并且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减缓气候变化 他强调打击大陆的不公平做法 这段话就让大家觉得说 难道你又要掀起所谓的贸易战吗 是不是对大陆又是比较不友善呢 当然这吉娜他说要打击大陆 但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没有这么乐观 美国想要打击大陆恐怕没那么简单 华尔街日报怎么说 他说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 也就是WTO已经不是过去了WTO了 过去我们美国在这个贸易组织里面 我们呼风唤雨 我们有主导地位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现在的大陆 已经不是过往的中国大陆了 现在是更具主导性的大陆 华尔街日报怎么说 新上任的拜登 你在WTO里面 你面对到的是更具影响力的中国 好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 他对于美国接下来 还想要持续发动贸易战 或者想要来打击这些 所谓的大陆经济的话 他认为不一定是如此 美国恐怕不具有主导权了 但是我们看到白宫 对于一些大陆的企业 还是打出了蛮多的禁令的 像是大陆电信商华为 就之前被视为是 不被信任的供应商 而最新白宫发言人莎琪 针对于华为 他又有最新的说法 马上带你来看 我们可以听到 新任的白宫发言人说华为就是不被信任的供应商 好那现在白宫持续要封杀华为 华为要找出自己的路吗 华为最新的消息呢 他们在昨天公开要在法国东部的一个近郊来设厂 细节也曝光了 这可是华为第一次在大陆境外的第一座工厂 所以外界都非常关注 为什么会选法国呢 法国政府就保证华为来不会影响我们的数位主权 但是法国媒体可就没那么友善了 他说这项投资说穿了就是北京的支票外交 你不是要来投资的 你是来搞外交的 好华为技术公司呢 他们这次要投资2亿欧元 工厂规划2023年会完工 但是其中呢是包括了一些通讯网路 还说呢会从大陆带到法国一些尖端科技新技术 但是大家别忘了华为过去身上的一个标签 就是美国不停的贴上华为是政府的间谍 是大陆当局政府的间谍 因此在法国在内有很多的欧洲国家 他们对于华为的既定印象都是不太友善的 是十分排斥华为的5G设备 因此华为这次决定要到法国设厂 这样的商业决定在法国当然是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接下来关心的是疫情的问题 我们说大陆啊在最近在春运之前 那疫情出现了反弹 但是现在的本土个案相较于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是慢慢的趋缓了 但是上海却发现了一个新发现 他们认为呢现在出现越来越多所谓的负阳患者 原本是确诊好去医院救治之后痊愈了 没想到过了没多久几个礼拜或是几个月之后 又变成阳性所谓的负阳患者 在1月25号上海就一天公布了25到30几例的负阳病例 让大陆网友炸锅了 我的天啊好不容易出院了又负阳 这个疫情会不会没完没了烧个不停啊 好我们说这个大陆的这个疫情的专家 钟南山就出来事宜了 他说所谓的负阳并不是他重新染上病毒 而是他体内可能还有过去病毒核酸的片段 那如果是核酸的片段的话就代表说他可能比较不会再有传染力了 但是其中有贸逆 其实钟南山并没有把话说死 所谓的负阳患者到底有没有可能再传染给他人呢 他说这还要具体分析 所以现在疫情啊已经到了烧到了第二波第三波 甚至第四波的同时 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负阳的患者 现在很多专家研究的就是不养患者到底有没有传染性 而这些确诊过后的人我们到底要追踪他多久呢 这是专家要来商讨的问题 接着我们说到现在武汉一直被视为是所谓的病毒发源地 WHO的专家呢现在就进到武汉当地来进行调查了 14天隔离期终于过了 这是他们下榻的饭店 他们在今天隔离期结束将会进到武汉当地来进行实地的工作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海鲜市场 这些专家也表示他们会进去 好有成员就说其实在隔离的14天啊 他们还是有陆续跟大陆的专家视讯会议啦 当然现在隔离过了就可以直接进到当地来进行调查 能查到什么能夺深入 当然就要看北京当局的态度 大家也很关心 另外有个插曲 也就是当地有一位疫情的家属 这个张先生 他就说呢 他希望可以跟这些世卫的专家来会面 大家可以看到他 还写了一封陈情信 其实呢 他的有家人啊 是死于新冠肺炎的 那他就说呢 他对于疫情他比较了解 他就写了陈情信 希望可以让这些专家来听听看 我们那段时间可怕的经历 好并且呼吁说呢 这个专家们 你们不要只听这个官方的一面之词 应该要来听听我们实际这些受到疫情非常深影响的家属 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次的疫情的 当然现在呢 他说目前官方还没有同意他跟专家会面 但是确切最后有没有可能真的见上面呢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心 最后我们要来提到这大陆啊 春运开始了 每年说到春运呢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人都要回他们的家乡 大陆当局非常关心这春运 因为毕竟还有疫情持续在延烧 我们可以看到在杭州车站呢 出现了很暖心的画面 原来在杭州车站呢 竟然出现了免费的口罩机 其实在台湾有口罩机啊 不过是你要投钱嘛 才能拿口罩 但是大陆竟然出现了免费的口罩机 只要刷个条码 你就可以拿到口罩 其实还蛮不错的哦 另外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除了这个就是口罩机 你看大家是由保持社交距离 一个一个在排队来领口罩 除了口罩之外 还有所谓的防疫包 你看一个是夹链袋包起来 里面除了口罩之外 还有一些卫教的资讯 通通放在这边 让你免费来拿 好很多人就说 哇你免费放在这边 会不会大意 哇强强强 一下就把它抢光了 倒是有人观察到 很暖心的画面 有一个旅客 他没有去拿防疫包 反而从自己的包包里面 再拿他的防疫物资放进去 反而是填充了 帮他补充一点 让大家觉得真的很暖心 也可以看到 在疫情之下 大家互相帮忙 互相协助 非常温暖的一面 好以上是 乃鱼今天的大陆新闻再平衡 Kylie 李 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